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EI晶片一哥辉达,NVIDIA财报会议全球瞩目,尤其是上级财报与后市展望。 辉达上级财报,首度将最新Blackwell架构相关晶片纳入一整季营运。 洞见观瞻,市场并紧盯达本季财测与执行长黄仁勋等高层主管发言, 以了解Blackwell架构晶片供应紧俏是否缓解,以及销售前景。 对于辉达至于1月底的年度第四季财报。 美国银行预期,上级资料中心营收年比成长85%,增幅为两年来最慢, 并预测本季成长将受限于Blackwell架构、晶片供应限制,以及中国可能更严格的销售限制。 Stanford分析师罗伊认为,辉达上级财报可能不会有触动股价大涨的强劲力多, 因为市场预期已转向,Blackwell将在下半年扩产。 辉达以预期上级的Blackwell营收将超过数十亿美元, Sasquahana基隆集团分析师罗兰德指出, Blackwell系列的平均售价将是关键, 将决定辉达业绩超越预期的程度,以及营收潜力。 Widebush证券分析师布莱森表示, Blackwell架构先前出货延迟, 引发市场对辉达短期业绩的质疑, 但大型云端和超大规模设备厂商所进行的大规模资本支出, 解释出货放缓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 他预期,辉达上级营收将为376亿美元, 低于市场共识的380亿美元, 布莱森的本季营收预测为423亿美元, 高于市场共识的420亿美元。 鲍佩奔海默分析师夏佛预估, 辉达上级营收将为375亿美元, Blackwell销售约为50亿美元, 预期本季Blackwell将强力扩展。 他并提到, 世界各国都在建立主权AI将成为重大的成长动能。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接单热转并积极扩产, 推升相关设备需求火热, 新云、红素、冬结、有微科、 军豪及军华等CoOS设备链跟着往。 具体来看, 西云搭上CoOS热潮, 截至去年第四季已连六季业绩创新高。 2024年营收96.88亿元新台币, 年增约四成,改写新纪录。 法人看好, 随大客户持续扩充先进封装产能, 西云今年相关设备拉火动能不坠, 年营收将首度挑战突破百亿元。 红素市台积电先进封装重要设备供应商, 去年营收写新油达40.73亿元, 年增14.9%。 由于客户端持续扩产, 红素今年营运有望更上一层楼。 东杰在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 推出一系列解决方案, 包括开发重布线RDL雷射线路修补设备, 并搭载自动光学量测, 以快速自动化且精准量测, 修复RDL金属极光组线路。 有微科指出, 随COLOS制程积极扩产, 即FOPLP客户持续下单, 该公司半导体贡献营收占比 已超过7成,展现转型成效。 军豪近年积极扩大半导体领域发展, 提供再生晶圆制程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机板研磨检测设备等。 另外,台积电COOZEL先进封装产能持续扩充, 其主要测试伙伴晶圆电订单同步涌进, 这波订单能见度有机会直达2026年, 成为另一大赢家。 晶圆电并将淡出毛利较低的封装业务, 将人力等资源全数转至利润较高的测试业务, 冲刺营业。 业界指出, 会达Blackwell架构晶片动能强劲, 不仅GB200B300等AI晶片订单已经满到今年底, 消费性用的最新RTX50系列绘图晶片也称为当红炸子机。 近期频道缺货并出现终端产品大涨价的状况, 反映一卡难求盛况, 辉达因而扩大下单供应链, 并希望协力厂提供更多产能。 因应辉达大胆报道, 台积电已将CoOS先进封装当中的WOS, 即Wave on Substrate产能委外, 不仅日月光头控, 持下大笔先进封装及测试订单。 晶圆电更拿下高速运算客户, 大量前段晶圆测试, CP及后段晶片最终测试, FT订单, 将晶圆电现有产能, 全数塞满。 晶圆电为台湾最大专业晶片测试厂, 并有部分封装业务。 晶圆电测试订单大增之际, 供应链近期流出, 该公司对客户发出将结束封装事业接单, 淡出封装业务的通知信, 预计今年6月底结束封装事业营运。 晶圆电证实, 该公司确实规划将淡出封装事业, 封装相关事业群人力将全部留任, 并全数转调以测试为主的部门。 业界研判, 晶圆电淡出封装业务, 是为了全力承接, 回答Blackwell架构晶片庞大测试订单的策略。 由于测试订单毛利比封装家, 晶圆电营运同步喊冲。 法人指出, 晶圆电目前封装产能占营收比重约为10%, 主要偏向毛利率较低的记忆卡晶片封装, 若能将相关人力与资源转朝毛利较高的测试业务发展, 对提升获利有正面帮助, 并将为公司额外带来至少双位数以上的营收贡献。 台积电先进封装大爆单之际, 业界传出, 汇达最新blackwell架构GPU晶片需求强劲, 以包下台积电今年逾七成coocell先进封装产能, 出货量以每季计增20%以上逐渐冲高, 意助台积电营运热转。 台积电不回应相关传闻。 业界分析, 汇达2月下旬发表上季财报与展望, 随汇达大举包下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 意味今年旗下AI晶片出货持续放量, 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CSP拉火动能续墙, 为辉达财报会议提前报喜。 台积电看好先进封装接单, 董事长魏哲嘉已于圆月的法术会公开表示, 正持续扩增先进封装产能, 以满足客户需求。 台积电统计, 2024年先进封装营收占比约8%, 今年将超过10%, 并以毛利率超过公司平均水准为目标。 供应链透露, 汇达在Blackwell架构量产后, 将逐步停产前一代Hopper架构的H100H200晶片, 世代交替时间点最在今年中。 法人说明, 汇达Blackwell架构晶片, 虽仍采用台积电4nm生产, 并将其分别开发高速运算HPC专用的B200B300, 以及消费性用RTX50系列, 并于B200B300当中, 开始转用结合重部线层RDL和部分C中介层LSI的Cowocel先进封装。 Cowocel先进封装不仅让晶片尺寸面积扩大, 增加电晶体数量, 也可堆叠更多的高频宽记忆体HBM, 使高速运算效能升级, 就效能、量率及成本等层面来看。 均用于先前CowocelS及CowocelR先进封装技术, 成为B200B300主要卖点。 为此, 汇达大局抢下台积电, 近年Cowocel先进封装庞大产能。 台积电今年扩增的CowocelS新产能逐步开除, 预计为汇达量产的Blackwell架构晶片, 今年将以每计增加20%以上快速增长, 合计汇达桶包台积电与七成Cowocel产能, 推估全年出货量将重破200万克。 法人看好, 随着美国力推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 带动新一波AI伺服器建置需求, 汇达有机会再追单台积电。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